大家好,今天聊一下中国愈演愈烈的封城的运动 据报道,中国目前已经有三亿多人,七十多个城市的这些居民 或多或少的,全部或者部分的被封禁在家里面 因为中国的奥米克戎已经有点泛滥成灾了 他没有办法控制住 他就使出了非常严厉的,非常狠的绝招 应该说全世界对于COVID,咱们已经弄了将近三年了 第三个年头 这种所谓的封禁除了中国之外已经不再存在了 但中国它却做了非常多次之后,它却不断的上演 而且最近居然敢在全国 我们说几个月前在上海的时候 大家都说上海这么重要的地方,你能把它封死吗 中共就冒天下之大不惠,他真的就去干了这事 当然教训是血泪斑斑的教训 但是居然又过了几个月之后 它居然完全就像这个事没有发生过一样 就像这些教训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他再一次不光是在这些大的城市 在中国居然几十个大中城市 同时开始做 全国铺开 我不知道他们的胆量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应该说所有不能做的那种极危险的那种举措 那种政策 中共就是敢去做 我感觉中共的这一套体制 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脑的僵尸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他所有的这些执行机构 不管是哪级的 他完全只有一个功能 就是服从 就是服从上面的指令 他们自己已经不具备自己的大脑了 中国的那些所谓的智库也好 那些官员也好 他们应该在这个社会的运作当中 应该有所思考吧 应该至少要贡献一下自己的智力吧 要不有这些智库干什么呢 但是我们看到是没有 在中国的这个防疫的这件事情上 似乎这个国家就是由 只有一个人说的话才管用 这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 所以呢 中国具有这么庞大的一个行政机构 却只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事情上 进行思考 其他的人全部没有大脑 那我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僵尸 这也是一个 因为僵尸 就是不能够自己思考 它已经被一种外来的生物也好 某一种 甚至某一种低等的一种 细菌也好 病毒也好 就控制了 它已经完全不能够有任何的智力了 所以呢 它可以做出任何看上去 看上去毫无道理的 一些举动 那中国的目前的整个行政体系 这个系统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国外也经历过所有的和这个COVID的打交道 当中所有的这些事情 经验是这样的 就是说除了COVID的最初的那个新冠病毒 给社会带来 刚刚开始传播的时候 就人类还没有碰到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马上袭击过来的时候 是有一些慌乱当时 因为知道中国武汉发生什么 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 而且那个时候也在 也蔓延开来的国家 比如说当时在伊朗 后来在意大利 在后来在美国 后来在欧洲西欧的很多国家扩展开来 你可以看到 大量的死亡 死亡率还是很高的 那个时候 而且甚至可以预见得到 这个医院有点不够用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这个社会就出现了 踩刹车 在2020年的4月份左右 4 5月份 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都在踩刹车 澳洲也是这样 就让这个社会停顿下来 就让大家都是商店都别开了 都让大家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 中国的封城 也是类似这种做法 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要说这个国外的这种 整个的防疫经验 现在如果再回头看的话 除了这个病毒 当时有可能在那个历史阶段 有可能造成的医疗体系的崩溃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之外 就是整个社会的停顿 在经济上造成的危害 如果我们再去看 当时那个全球各个国家GDP的记录 我们会发现 2020年3 4月份开始 往后大概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的时间 全球的GDP往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几 普遍每个国家都是这样 有的甚至跌到三分之一可能 这是一个相当相当恐怖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除了 这个病毒除了给人带来健康上的威胁之外 还有一个重大的威胁 就是它可以瓦解人类的经济 你瓦解 你的社会停顿了 运转不了了 人不能够正常的进行他的生产 进行他的正常的经济活动 那人类这个社会就要崩溃 这就是他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标志 到了今天 现在病毒已经是另外一个病毒 可以说是演化到Omicron之后 他的毒性下降了一两百倍 然后他在健康上对人的影响 已经下降到了 人们可以和他共存的地步 就下降到流感之下 所以这个警报基本解除 你像现在Omicron每天 在一些国家造成非常 以前都没有那么多人感染的 这么多每天这么创纪录的感染人数 情况下 这个医疗系统正常进行 医疗系统再也没有出现过 要崩溃的现象 这个病毒已经不再会 对人的医疗系统 人类社会的医疗系统造成的威胁了 在这个时候最大的威胁 就是如果人类这个时候再踩擦车 如果再让这个经济停顿下来 那这个病毒对人类的最大威胁就是 它有可能让你的经济系统崩溃 让你的人类的社会崩溃 所以每个国家现在都不把它当一回事 都解除了对它的 基本上解除了对它的警报 然后让这个社会正常运转起来 这也就是吸取了前面几年的教训之后 得出来的做法 但是中国就恰恰反其道而行之 在这个病毒已经到了 对人的健康 对整个社会的医疗机构 不造成威胁的时候 它这傻车踩的比人家什么时候都重 它可以把你封到在家里面不准出门 它可以让这个社会完全停转下来 那我们可以想象 它将遭受多大的冲击 它将遭受多大的打击 经济上 它的社会结构上 它整个社会运转上 而且这个时候人 带来的实际的打击不光是病毒 所以中国人现在不是说怕病毒 中国人不是说怕肝尔病毒治不好 实际上没有任何治疗 中国现在在整个中国的防疫当中 治疗已经占到微不足道的成分了 它只不过是去用核酸检测 还有封禁这种手段 它哪里有什么治疗 你得了病了就把你关起来 根本就不治疗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中国的防疫政策 已经到了一种让人 你说非理性的程度 你整个体系当中的人 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他们都是白痴吗 显然他们不是 但是他们的大脑停止运作 你无论上面发出什么样的指令 什么愚蠢到极点的指令 他们都照办 如果某一天习近平说 大家开始吃死 可以防疫新冠 那我相信从中国从头到下都要开始吃 中国就是到了这么一个疯狂的 就像一个疯人院的一个程度 中国对这个事情的封禁远超于 在西方社会 当时最严厉的时候的封禁 比如说我们 我拿澳洲的例子 我们最严厉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 你就必须待在家里面不能出门 从来没有过 你可以出门的 如果你需要买菜 你是可以出门 从来没有说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 不能让你出门买菜 所以这些必要的 比如超市 那种药店 这种重要的这种经营网络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也照常运行 而且要保障他们的运行 你可以去买到菜 你可以 你什么时候想去买菜都可以 没有次数限制 没有时间限制 除了这之外 如果你有重要的工作 如果你的工作 你必须去当地工作 你就以这个为借口 你就可以出门去工作 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出门去锻炼 因为你待在家里面 你有可能会产生心理压力 你可能会焦虑 所以你可以出门去跑步 你可以出门 后来限制到 你不能够一堆人一起出去 你就一个一个的出去 或者两个一起出去 你不能够跟你的朋友一块锻炼 你就一家人自己锻炼 这也是可以的 最严厉的时候 我们这儿的规定是 你在方圆五公里的范围里活动 你不要超出五公里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在你本地的政府区域工作 我们这个本地政府区域大概 可能有上百平方公里 我开车可以开几十公里 我们这个本地的政府区域 还有个海边 还有海滩 我可以开车去玩 这个是可以允许的 我的意思是说 在澳洲这种 或者在其他西方国家 也是类似的 他就从来没有说 敢于把你的公民 就是说 远禁你出门 更别说 把你的门给封上 因为他知道 如果不让你出门买菜 如果不让这个社会的供应系统 正常运行 绝对会有比病毒 更严重的问题会出现 而且那个时候 澳洲的医院 还非常正常的运行 绝对从来没有听说过 如果你得了疾病 你反而不能够去医院 中国就是这样 你一旦有疫情发生了 连医院都不收人了 你疫情发生了 不是这个人最需要 得到医疗救助的时候吗 为什么中国的医院 居然还不收人 那个时候 所以中国他们敢做的事情 他现在中国是 把你封在家里面 无预警的开始封城 有的人听着谣言 自己去背脸 祸还行 没背祸的在家里面 他也不会跟你说 给你预告几天的提前量 没有封城就封了 你就不能出门了 严重的地方 你不能出你的家门 你小区门更是不能出了 单元门已经封了 但是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他说他给你配送 你能配送得到吗 所以中国现在传出来 到这种吃不上饭 饿肚子的人 甚至饿死的情况 又再一次出现 这种在西方 是不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 这是谋杀 这直接把那些人谋杀掉了 你这也是在犯罪 中国他做到这一步 他医院也不运行了 他超市关了 也不让你出门了 他说配送 他能配送到你家吗 他能保证配送到没有 你这么多人都关在房子里了 你这个政府有这个能力 组织这么强大的配送网络 给大家保证吃上饭吗 所以马上 你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城市 才封了几天时间 马上开始就有很多人开始挨饿了 中国政府就是这么厉害 什么不能干 他就干什么 然而整个系统当中 你底下的官僚系统 你这些人都没脑子了 大家都失去大脑 他们只服从上面 上面叫他们做什么 上面叫他们拿着刀具杀人 他们也会去 上面叫他们把这些 得了阳性的人就地正法了 他们也会的 如果他那个事情发生的话 所以中国这套系统 已经是 已经是一个疯狂 一个是个病态的系统 他正在把中国人 推进一个灾难的深渊当中 他 我可以这样说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可能就是一个精神病 就是一个疯子 就是内心已经发狂了 他已经 但这个精神病 却能够指挥一个国家的 其他一个极为庞大的 几千万上亿人组成的 这么一个行政体系 而这个体系还肯定他的指挥 这个体系在他的带领下 也变成一个精神病 然后这个体系又操纵着 中国14亿人的 全球第一大国家 所以在中国 怎么最大的一个国家 在这个体系的影响下 也变成一个精神病院 所以一个人 就可以把你整个国家 变成精神病院 这真的是当前人类的一个悲哀 我觉得 好 今天先聊着 咱们下午再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咱们下午再聊